我和Arnold聊聊港股的市况 昨天就看到重上25000点 但看到高位就受制于过50天线 昨天的位置就是25461 高位都上不了 但看到就连续升了三天 三天累计就升了超过1300点 升幅5% 其实后市就很难估计 现在好像短线升得这么急 有一个小小回吐的压力 那你又怎么看港股的后市走势 其实我们常说后市不难估计 那个down trend就摆明出了 那个问题就是说是否真的这么差 经常会有这个心态 其实我近期说好像很远 因为那个问题的看法就是 我向来看经济状况 前景或者股市的看法 就真的不是看得那么差 但问题是指数或者各项状况 那个down trend的阴影就出来了 所以你说为什么有时候 会有这样的说法 有时候听下去好像不明白 其实我向来也说 我不期望跌穿2万5% 是 但是指数真的在穿的时候 是 你的投资市场总会有一些人 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觉得抹市不错 应该有条件见底 但是指数真的不是见底 甚至是在走一个down trend的时候 他们自然就要做一些比较审慎的部署 因为那个想法就是说 会不会有些东西看错 那现在讲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状况 滞涨风险 或者港股就是限电的整体风险上面 近期其实指数虽然由低位反达 近期五个交易日 弹了一千几点 我大概说没有人会开心的 一个问题就是说 弹一些最弱势的股份 你只不过就是说 今年输到七赛那些 可能你现在输少一点 那当然如果短炒 这段时间我去买阿里巴巴 有钱债 但是我们向来说 短炒是两回事 不会在这些财经节目上 教你今天炒完之后 明天走些什么 两个星期后 什么都不同了 所以其实对于做中线部署来说 这段时间其实很惨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说是最弱势的股份 其实这段时间不关我 那些股份 你看到我从来没有推过 阿里巴巴那些 但是问题是 我们推的新行元股份 或者说好像有息金属股 是 当中可能近期说的 一些能源股 银行股 相对比较硬正 其实硬正的 都不是升很多 你说汇丰是 顶龙都是升了 6-8%左右 但是你说的 一些新能源股 有些很强势的回得很小 所以短线来说 港股其实是难玩的 是 你会不会说行指 弹到50天线 这些位置回落 你整个下股份 其实你未升穿到 50天线 整个下股份 会不会完成那些技术反弹之后 当那些弱势股 的涂心门开过 然后所有股份 都用来行一个真正的熊市 短线不能够完全忽视 你的风险因素 所以回顾我们 两个星期前说的 我们说的是 持有50%货 50%货 为何做分散投资 原因就是我们觉得 不再是一个 炒股不炒市的状况 很多新能源股 存了很多利润 很多航运股 我们之前看好的 都存了很多利润 其实第三季已经开始 回落 现在市场就是 陆陆续续的资金 其实你的结论就是 钱就只有这么多 在市场上 你当有一个板块强 自然就有另一个板块 会转弱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未来最大的风险 就是说 联储局收税 市会不会税税 或者说内地 面对着资金链 断裂那些相关的风险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说 很多已知的风险因素 的确是反映在股市上 例如近期见到 一些科网股弹的原因 就是大家觉得 监管风险会慢慢淡化 未来内房的风险 会不会有机会淡化 限电限产的风险 有没有机会淡化 可以密切关注 所以现在的策略上 都是维持着 50% cash 50% for 还要分散投资 可能弱势的有一次 一部分 但又不要全部摆掉 你强势那些要硬吃的 只能够说 不幸 或者你抱一个长线投资心态 你真是以建仓的 用一个分铸吸纳的形式 去买入腔洗股 是 那应该的心态 会比较好些 但是短线一定是难玩的 如果我们觉得 后线一枝大阴烛 再向下怼穿20天线的位置 你又要开始 再进一步更新一点 所以暂时来说 你今天预计了 是有三四百点的 调整幅度在 但是好一点的角度就是 升了这么多 你最多回调近期短线的 升幅的0.320左右 受得住20天线都 不要太过悲观 是 但是你就特别看 限电限产的因素上面 没有任何好转即将 只不过就是高耗能那些 受当其冲 有些可能说 之前借势条下来的 体育用品 或者一些汽车股 昨天好像有点弹感 短线看看这些板块 有没有机会回稳 如果这些板块好一点 其实也真的有机会脱险 因为始终对于经济前景的看法 其实也不是一面倒你胆的 油价是否真的长升长有 有人看90 不是90 不是90不是太多 是 全年间段水平 都是升多8-9%左右 问题就是说冬天 现在市场看90是说冬天的时间 是 我们说就是熬过冬天 所以第四季 你不排除港股的状况 其实可能指数真的有得升 是 但是升是很弱势的股份 是 正体而不是一些很好的 入市时机来的 我对中国的感觉 是 这件事来说很多东西都是审慎 但是你 这个情况是否真的差 要一面倒沽货 或者多持续货 我觉得持有50%左右 是 另外的50% 就维持一个短炒心 但是炒分 现在这一刻 我觉得必有的就是 那些能源股和银行股 是 差不多 滴 哦 感谢观看